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些杂牌子的硬盘 这些二三线品牌的SATA接口硬盘 就像开盲盒一样 我最近是收到了不少啊 放在近些年 如果是自己装机的话 肯定不会选这一些的 毕竟现在PCIe 5.0的硬盘都有了 而且一线品牌的等容量SATA协议硬盘 跟NV协议的差价 本身就没差多少 除非是老电脑升级所需 不然一般自己装机的朋友 应该不会主动去买这一些吧 虽然这一类硬盘在DIY市场不受待见 但是一般在整机市场上 类似二三线品牌这种SATA接口的固态 还是保留了一定份额的 主打一个就是便宜 代价嘛 他们就是会在一年左右 就会准时坏掉 我看了一下手上这些 有一部分还不到一年的 如果有超过一年的 那么恭喜你 硬盘已经通过第一阶段考验了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块蓝颗的蓝盘 我们先打开看一下 它里面用的是什么颗粒 这种四周都是金属框的 一般是连云或者是YS得EV的主控 有点难拆 果然是德EV的主控 这个主控据说它是开不了正片的 只能开黑片 当然这只是我听到的传闻罢了 毕竟我自己也没有尝试过 大家不要当真 但是我拆了这么多硬盘里面 确实没有看到用这一种主控 搭配正片使用的就对了 这个主板做工其实是有通病的 具体我们先上机检测一下 等了一小会 现在上机确实是会出现一个未出始化状态的 我们用Windows看一下 看看里面的数据能不能读到 直接掉盘了 不过从CDI里面还是能看到这一块盘的具体实用情况的 这种盘如果是掉裤剑的情况下 那它目前就是无解的 所以我们暂时不要往掉裤剑的这个方向去思考 毕竟它目前还是一半清醒一半醉的状态 那它的通病是什么呢 严重一点的话就是颗粒炸了 症状轻一点就是供电不足 供电不足的原罪就是因为这个板子的设计过于简洁 导致这个输出功率被拉低了 因为硬盘在使用的时候 是会不断进行ECC纠错的 特别是像这一种大黑片 更需要主控时时刻刻保持待命的状态 如果在纠错的同时再加上毒血 消耗的功率那就更大了 总有一天会超过它的输出总功率的 因此我的解决方案也非常简单 咱们直接从这个大功率的硬盘上面 插一个电感过来 取代它原来板子上的这一个电感 电感这一边就随便挑一个吧 这一路是颗粒的核心供电 我们把这个电感给它更换掉 现在我们再试一下 重新打开这个Vintex 选中这一块盘 好的Vintex已经打开了 现在我用Vintex查看数据 从上往下拉都已经不会掉盘了 分区不显示应该是之前纠错失败 导致分区表损坏了 待会再把这个分区给它重组一下就行了 有的网友可能会说 你把这些通病啥的都放在视频上 就不怕泄露你自己的商业机密吗 说实话我还真没必要担心这一个 毕竟每一块盘的故障可能都不太一样 完全照抄而不做进一步的测量 那是行不通的通病这些也是我自己维修总结出来的 它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验证 虽然朗科这一块盘是被我轻松秒杀了 但之前采用同款主控方案的台电就没这么幸运了 硬盘到我手上是属于OSU的 这个盘里面用的颗粒是黑片的QLC 据说这块盘也就用了几个月 我看了一下这个贴纸 确实一年都不到 硬盘的原始故障到我手上检查的时候 是无法识别颗粒ID 更换这个电感以后 虽然颗粒ID可以读取出来了 但是它八个颗粒中只识别出了七个 有一个颗粒挂掉了 在盘主的授权下 我把可能损坏的颗粒拆下来 单独测试了一下 其他颗粒暂时没有动 就是左下角的这颗 我拆下来在测试架上面读了一下 颗粒ID也是无法完全识别到的 现在我要在这里代替这名盘主 求助一下广大万能的网友 有没有让这七个颗粒读出部分数据的方法 盘主那边必有众筹 再来看一个金泰克的硬盘 据说这一块盘 它是开机会卡在logo界面的 咱们继续来开盲盒 这一次的金泰克用的应该是连云的主控方案了 这个板子一看就是连云0902的公版了 看到没有三台硬盘的厂商也是与时俱进的 金泰克这一套外壳我记得是从七八年前开始就传承下来的 以前一直是用246到258再到59的 现在基本上都换德意威或者连云了 主控确实是连云的 0902 我们用这个转接板试一下 通过硬盘转接板 它可以读到这个分区 不过会一直卡在百分百这里啊 这个问题不大 直接用PC3000做镜像就可以了 我们继续来开盲盒 这一块也是金泰克的 甚至这个型号都一样 这一次用的板子就不一样了 应该是58XT的 它用的确实是2258XT的主控 这一种颗粒我就见得多了 一般都是三星回收在打磨的颗粒 我们来上机确认一下 这一块盘用转接板就无法识别了 咱们短接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掉固件的 它的颗粒ID可以正常读取出来 目前就是掉固件的状态了 直接上PC3000重建翻译器好了 花了点时间 我已经把这个盘里面的资料 全部给它滤完了 上面一个报错都没有 这个盘的故障 极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掉固件而已 颗粒自身并没有出现漏电 虽然是打磨过的颗粒 由此可见三星V4的颗粒体质 确实是还不错的 最后一块不愿透露姓名的 某T品牌硬盘 它的主控用的是连匀的 1102B主控 咱们来看一下它用的是什么颗粒 又是一个大黑片 QCK应该是N38的QLC颗粒 硬盘的供电这边我快速测量了一下 它也不缺供电 都是正常的 刚才这一块盘我研究了好一会 颗粒ID我也测试过 它也不缺颗粒ID 信号啥的也测量过 没毛病 颗粒确认了 是N38的QLC颗粒 因此它是固件挂了 因为是固件挂了 目前1102这个主控也是无法恢复的 就暂时先放过吧 等以后有机会再继续 整体上来说 这些SATA的固态用料都挺丰富的 完全可以用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来形容 今天开盘盒开得非常开心 成功拯救了三块 有两块硬盘 因为实在是太烂 没有办法了 就让它们继续摆烂吧 词试试吧 在第2个 词试试登